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涯模式 我们现在集22个积分,排在第二位落后纽卡瑟一个积分 我们是23个积分 这个连把纽卡瑟的积分挡上了是吧 看看这个董事会目标是什么情况 守门员后卫中场和前锋 问题是我完成了两个,完成哪两个你能告诉我吗 我知道我肯定没签守门员的吧 我肯定签了一个中场 我签不签后卫我不记得 这场比赛对热刺是客场 然后转过头来是瓦兰西亚欧冠的小组赛 客场比赛还是用tip这种题吧 我们还是最佳放手球队,17个球 那就是进球太少了呗 那本特克和洛里斯都在tip系上 后面是罗斯吗 你又拍tip这种给我们踢是吧 我的天你看这些号大的 一看就是tip这种 戴维斯 yes 1-0 而戴维斯从哪跑过来的 后面一个插上了 非常好的跑位 几个球了,四个 也还好 哎呀,猜就是,你要进球是吧 16号你在那看星星啊 靠过去啊 人家飞身欲悦,你又不能飞身欲悦啊 哇 大哥你不跑,你跟任沙姆站一块 你是前腰好吗 听球 纳伊斯 戴维斯越位了吧 越位 1-1 你0次摄政,你那个进球怎么进呢 我们下场比赛是对法兰西亚 但是我们和法兰西亚携手出现了 所以后两场比赛没什么意义啊 那我们 我们直接换了tip这种摩一跪算了 tip这种体能也不好 不好就不好了 跳过,可场1-2还是输掉了 人家左后位都进球了 门将又伤了 门将伤五个月 还说东窗的时候 把那个波兰那个门将卖了 回收点钱呢 这倒好 主场队纽卡瑟尔 刷人龙模拟过去吧 哎呀 哼 纽卡瑟尔排在第一是不是 那我们自己踢吧 纽卡瑟尔都有谁 这么扫过来我一个都不认识 是不是又上队踢补啊 44号 39号 右边前卫原来是不是在罚甲 感觉纽卡瑟尔上队都是踢补的 OK不是很强 他们怎么会在联赛第一呢 823 What 这次进吧 823 1比0 波克巴 波克巴 波克巴坐脚远射 他不闯给波克巴 闯给内马尔 这个克雷亚去提前锋去 这个克雷亚去提前锋去 What 发生什么 我还避近了呢 我们最后在主场 2-0完胜这个纽卡瑟尔 纽卡瑟尔好像来的替补 对于我们没造成太大威胁 右边后卫拿到最佳队员 一个助攻 可能抢断比较多吧 比赛客场 对四旺席 又是客场 自己一踢吧 都跌到 都跌到第四 守华人龙吧 守华人龙还是自己来踢这样的比赛吧 我让波恩第一下传球 他不传 非得先停一下 再牛身 你直接传出去不就完了吗 你直接传出去不就完了吗 再挫折 进把鲍尔森 这套终于吃我一次假动作 转让波尔森射门多少少 不是那么完美 偶尔弹道进不去还是挺吓人的 不过这个spin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起来带的位置正好 踢的太正了 不过这次呢 还往后卫身上滴 我一直害你往后卫身上滴 我一直害你往后卫身上滴 这次没人了吧 这次闷将能守着了 放个人上来只是调整一下节奏 就是破坏一下这个电脑的算法和他那个平衡系统 可能没人能混去一个 823过来把博德巴挡上 不知道博德巴争这头球 你是神经病吗 漂亮 823 是 决杀 对我们在客场还是艰难的战胜的421 6次摄政 表现最好应该就是鲍尔森吧 不是克雷亚 那就是两个助攻 感觉克雷亚还是提这个前腰好一点 主场对巴肃利 我们替不战胜直接模拟过去吧 我们小组第二出现我也可以接受 其实进了淘汰赛碰谁都是一样的 巴肃利状态太差应该能赢吧 3比0 中后场期三个球 小组赛出来出现的钱就这么多 1800万太好了 对就东窗有钱千人了 赌场队切尔森 我们还是换到手上这种模拟过去吧 这七手上这种好像没正儿八经模拟过比赛 再模拟一次 上七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模拟的还不错 这些状态一般 切尔森还有谁呀 还打防防反击呢 切尔森看着也不弱呀 中场比方再差一点 进球了 跳过吧 主场输个1比3 哇 无常欲归队 看他情绪有什么能签呢 第五十到六十七 你够开销 搜个门将去 去美国 给我搜个守门员回来 华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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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使用这种自己踢吧 三四天还是五天 应该够恢复使用这种体能的 财尔森 这不是点球吗 台阪 这次终于给点球了 这边给他上盘行吗 赛门多呀 这不是那个 这还不是那个RB 这个赛门多是中后位 不可怕罚金吧 没这么细心的 骗过了门家1比0 可以自卡伤 原射的机会来了 射的 射的一般嘛 有编后 这边再操作编线 我们在客场还是拿下6次射门4次射程 比方最好是伯格8 有个进球还有一个助攻 我们这期踢的一般吧 但还是保住了这个联赛第一的位置 欧管小组赛也出现了 还不错吧 最佳射手 又是德夫罗废物 穆萨 第二那个也是来切色诚的呀 卡斯特什么 应该是个小黑人吗 伯格8 4个进球 鲍尔森来的地球也不少啊 鲍尔森也是4个 主要就是模拟比赛 紧急就太少 助攻榜上 蓝奇尼4个排在第一 然后穆萨和这个前锋 诶 斯特成 这赛季你们得进多少球啊 两个人还各四次主攻 这俩人互相喂饼吗 我们是克雷亚三个主攻 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